近日在好市多俗食区内 一名男子引起了不小争议 他花20元买了一杯饮料 却不断续杯 甚至将饮料倒进自己携带的饱特品中 这一行为被工作人员多次提醒人无效 这名男子的行为被录人目击后拍下 并上传至网络 引发大量讨论与谴责 事后 当事人针对被网友谴责仪式发表个人看法 不仅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 还认为是消费者权益 据目击者描述 这名男子在吧台区不停续杯 短短20分钟内就将至少6瓶宝特品装满 尽管好市多的规定明确指出 购买饮料杯后可以无限续杯 但不得使用自备容器 男子却依然将饮料倒进自带的瓶子里 甚至在工作人员劝导后 他还继续往自己的瓶子装饮料 毫无停止的打算 看到这一幕 原PO感到无奈 认为这样的行为太过分 并置疑男子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量的饮料 该男子也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表示 他确实有进行消费 而且认为好市多并未明文规定 不能多次装饮料 好市多既然开放外带 又设置自助区 我用他们提供的纸杯来装饮料 并没有违规 他进一步解释 当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后 他将杯中的饮料倒入两个自带的空瓶中 装完后便离开了 他还表示 自己都吃到好市多装饮料 迟到最近才有工作人员告知 这样做对其他顾客不公平 并且不允许再将饮料带回家 这名男子反驳称 这是他的消费权益 举例说 就像我买了网路吃到饱 我一天用25小时也是我的选择 这不关功德新的事 他强调自己是用好市多的纸杯装 装完才到进别的地方 并非其他容器 因此不认为自己有错 他还进一步解释 如果我带了10个朋友来 只买了一杯饮料 装进10个人的肚子里 这难道也算偷饮料吗 然而 网友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纷纷批评他自私的行为 这么明显的规定都看不懂 他的行为只会让店家取消这种服务 最终害的是其他顾客 有网友指出 这样的行为不仅影响了 其他消费者的权益 也让商家难以维持运游的服务模式 担心这可能导致好市多 未来取消无限续杯的政策 大家对好市多饮料吧 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